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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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你是 对不起啊 我以为这里没人我才进来的 你还是离开这里吧 我想问一下 这个地方 除了你 还有没有其他人啊 这是我的地方 别人都不能进来 你走吧 你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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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父亲 那生命 不 不是父亲 别过来 你还是离开这里吧 不是鬼 分明是个人 他为什么这么神明 他藏着什么秘密 与父亲又有什么关系 不行 我得找机会 问问清楚 你说什么 他来过了 他是谁啊 就是 给娘书头的那个丫鬟 给娘书 顾海棠啊 他叫顾海棠啊 对啊 哥 他肯定是闯进来的吧 海棠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真的很适合他呀 我看哥对他的印象还不错 你忘了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他了 今天听全叔说 对这两天有点咳嗽 真的吗 嗯 嗯 有人 这么晚了 还有谁啊 啊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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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哥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还穿成这样 在这干嘛呢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穿成这个样子 在干什么呢 我出来玩玩 出来玩玩 你还学会撒谎呢 是不是 你是不是吓唬 人家树头姑娘去了 我就跟她开玩笑嘛 开个玩笑 我告诉你啊 我不允许任何人 动她一根寒毛 听见没有 我问你听见没有 知道了 凶干什么 怪不得的 他天天跟我说 咱们家闹鬼 原来是清清在那捣乱呢 清清这丫头啊 我已经说过她了 你是不是跟她很熟啊 算打呼几次教导吧 那你再跟我说说她呗 还有什么 她胆子挺大的 哪都敢闯 但其实啊 就是个糊涂虫 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 是 被人暗算了 她都不知道 是啊 不过她的性格呢 不像个女孩子 但是她书头的手艺 倒是不错 对胭脂水粉也颇为精通 这点都还挺像个女孩子的 她还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子 哥 这样吧 下一次我带她一块来找你 陪你聊天 不行 你不能带她来见我 为什么 我现在这个样子 她看见我一定会被吓跑的 吓跑她了 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哥 你不能老这么想 你也不能永远活在这阴暗里啊 你得来面对 你得走出来才行 你得试着跟别人接触 不能老囚禁着自己 可是 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勇气面对她 我认识了 岳玄 要不这样 你替我跟她交流 就是说 把我想对她表达的一切传递给她 好不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爸 我挺喜欢她的 你不太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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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想找她 这次达得来 我来讲 我来讲 你不太爱她 她没有什么地方 她不太爱她 我姐气 涉及行 我来讲 你不太爱 她 你不太爱 你不太爱 你本人 就讲 你不太爱 我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吗 有人在吗 进来吧 我是来还你东西的 你 你放那儿吧 对不起啊 我不方便出来见你 为什么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一个被朗家遗忘的人 你忘 你一直住在这儿吗 是 你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 十三年了 那这个屋子真的没有别人住过吗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 但是 我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 那我先走了 对了 我给你带了一盆酒兰花过来 希望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太厚了 你带了一些 我告诉你 是 作词 作词 聂轩 麻烦你把这个 送给海棠吧 这是什么 他不是送了我一样礼物吗 我也回赠他一样礼物 哥 这不就是一盆 随处可见的九篮花吗 我看他也没费太多心思 你不用这样大费周章的 还给他回礼 不是的 否则 我不会有这种感觉 现在我的生活 好像一下子被点亮了 之前我生活在黑暗里 现在 阳光都可以洒进来了 真的月轩 好 我可以帮你把他交给他 但是哥 如果你真喜欢海棠的话 还是要自己面对吧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不能让他看见我的 那如果他问我 这东西是谁给他的 我怎么说 你就说 就说不知道 可以吗 我只要一回来 看见你 我就不高兴 你倒是说句话呀 什么也不说 什么也不做 你这样的人 娶什么媳妇 祸害人 什么 娘 刚才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这怎么这么多灰尘 是妙兰没注意 以后一定更加小心 好好伺候排位 排位 不对 不是排位 是 丈夫 妙兰的丈夫 月圆 娘已经好久没来看你了 你过得可好 你过得可好 她很好 您别太老四伤神了 身体要紧 她 你倒是像在跟我说一个不相干的人 不相干的人 英哥 去我的佛堂取点香辉来 再到山上取点冰泉水 给二少奶奶好好地泡泡手 给她去去业障 是 太太 她 你怎么在这儿 我知道这是你回屋的必经之路 所以我专门在这儿等你 等我 对啊 你找我什么事 我听我娘说 你特别擅长利用花朵植物 制作化妆品 让我向你请教请教 原来你在这儿等我 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啊 这可不是一个问题 这应该是一连串的问题 总之我就是有很多问题 想向你请教 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不过呢 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阁楼里面 那个阁楼就是 郎府的一个屁顶之处 这就是怎么讲的 像是一处书房一样 对对对 就是个书房 那是谁的书房 谁的书房 大家的书房啊 谁想读书谁就可以去阁楼读书 你想我就总去阁楼 因为我比较喜欢读书 你想啊 郎府这么大 难道有个屁顶之处多好啊 是吗 是啊 你没有骗我 我为什么要骗你 在我看起来 你不像是一个爱屁顶的人 这是因为啊 你还不了解我 我觉得我们俩 应该多聊会儿天 然后多加深一下 对彼此的了解 你这个人一跟你说多 你就没有正行 我怎么就没正行呢 还有正事呢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不知道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你就怎么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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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不知道 这是怎么了 她这种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顽固子地 最惹人讨厌 心高气傲 有嘴滑舍 满心都是她的缺点 可是为什么 我总是会时不时的想起她 有她在的场合 总会时不时的惦记她 惦记她站在哪里 她在干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注意上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会对她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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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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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你来以后 不知是巧了 还是因为你把头发梳得好 我这几天啊睡得很好 醒来以后 比以前有精神 你早点来就好了 我现在来也不晚 只要您需要我 我随时都可以过来 你倒是会说话 你来了几天了 有什么要求你可以跟我讲 太太 海棠还真有一个请求 说吧 除了工作的时间 晚上能不能帮回家住啊 咱们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太太 我知道您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所以我才鼓足了勇气 向您提出这个请求 我家里面有一个生病的娘 还有一个弟弟需要我照顾 他们实在离不开我 也真是难为您了 您放心 只要您需要我 您就言喻一声 我不吃饭不睡觉 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 我随叫随到的 小泽还挺能说啊 海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说好了 那书头的事你要尽心 我要你来的时候 你就得来哦 您放心吧 太太 我之前听你说 你还略懂胭脂水粉 各个都在你心灵手巧 你这手艺是从哪儿学来的 哦 我从小就喜欢这些 不过只是略懂皮毛而已 我们两个真是有缘分啊 对了 太太 工房缺人手 我好不容易才到工房开始学习 您看这样行不行 上半天我伺候您 下半天我就过去帮忙 您要是闲不住就去吧 您答应了 我的事最大 只要不耽误我的事 谢谢太太 真漂亮 吓我一跳 来 娘 您坐 我给您倒茶喝 您喝茶 乖 娘 您换的这个新头型 可真漂亮 怎么样 我觉得咱们得出去走走 去哪儿 哪儿人都往哪儿走啊 让那些大姑娘小媳妇都看看 什么叫做仙女下凡 让她们也尝尝自残行贿的滋味 小兔崽子 这是刚吃了蜜吧 小心厚了嗓子眼 我说的是实话 海棠那姑娘真是机灵 挺招人喜欢的 您都夸她 那她一定是好的 行了 去忙你的吧 我记得那个海棠说要回工坊工作 我放她走了 走了 那 那以后谁给您梳头啊 这姑娘自己愿意吃苦 反正梳头就是早上的功夫 工坊确实也缺少人手 等她梳完头再去工坊工作喽 好吧 那娘 我先走了 去吧 哥 月轩 你怎么大白天喝上酒了 喝着玩呗 喝着玩 这可不像你性格了 对了 你别坐着了 来 陪我喝一杯 行 陪你喝 哥 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你心里要是有事就跟我说 千万别憋着 要不这酒喝了多没劲啊 我心里难受 为什么 他走了 他 我知道了 原来你是为了他在这儿好难求的 我只恨我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眼睁睁看着他离开 就连挽留他的勇气都没有 他没有真的走 他只是暂时不住在咱们家了 每天还会过来给娘梳头的 不是的 我就是无能为力 每天看见他出现在咱们家 却不敢上去跟他打招呼 只能生活在这黑暗里边 月轩 你告诉我这样的男人 是不是都没有活着的意义啊 哥 对不起啊月轩 我并没有想跟你抱怨 我 我只是心里憋得难受 想找个人说说话 不过分吧 这过分什么呀 哥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你的脸治好的 月轩 我并没有责怪你 我只是恨我自己 这张脸不可怕 可怕的是这张脸 已经成为了我的敌人 成为了我根本无法跨越的 一个台阶 要不是海棠的出现 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 有多么渺小 有多么的脆弱 天天只能在这 阴暗的囚牢里面 想吃坐锦关天的 癞蛤蟆 你听我说 哥 如果你真的意识到了 自己的问题 你就应该去解决它 如果你愿意重新开始 与外面接触了 我陪着你 不行 不行 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对了 我叫你送给她的礼物 她收到了吗 那她为什么还要离开我们家呢 是不是我吓到她了 不是 哥 你别多想 她就是 她就是放不下她娘和她弟弟 月轩 你每天都在工坊 能不能替我 跟她多接触接触 说说话多了解她一点 然后呢 回来一点一点跟我说 就像替我跟她在一起一样 好不好 给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有些事情 我没法代替你 你一定要自己面对 这样 等到下次来给娘梳头的时候 我带你去 我们一起赏花 喝酒 好不好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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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原来高枝不是水都能攀上的 这肚部上的筋被赶回来 比泥塑还不如 你说什么呢你 哎 梳头丫鬟 朗太太的头皮味可香啊 对啊 什么味啊 你们太过分了 更过分的还有的是呢 心巧 啊 雨学赵爷 你知不知道 你是工坊里最有天赋的人 我一直都很看好你 我刚才听到你在说 人头皮的味道问题 我觉得非常好 不了解人的头皮 怎么能制作出上好的头油呢 你很用心 我觉得你应该 得到朗里春的重礼 谢谢袁学少爷 我现在就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马上 去给工坊所有的人员洗一遍头 并且分辨出干性 油性 还有中性的头皮 还要写一份评估报告 探讨一下 如何有针对性地制作出 适合不同发质的头油 好 岳学少爷 我 怎么 这个任务很难吗 我看你们在这儿聊得热火朝天的 以为你们都精通了工坊的产品了呢 岳学少爷 你这样做 恐怕不太合适吧 大家都散了吧 上宫起见 不允许击中聊天 老月轩 你以后不要在大家面前这么帮我 那样会让大家误会的 还有 你没事 给我写什么藏头诗啊 你 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这是什么 他不是送了我一样礼物吗 我也回赠他一样礼物 海棠姐 朗少爷也在啊 走吧 你们关系这么好呀 海棠姐 老少爷是不是喜欢你的呀 别瞎说 我可不是瞎说的呀 海棠姐 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啊 连三岁小孩都看得出来 朗少爷对你另眼相待 他明明就是 明目张胆地喜欢你啊 再胡说 我可不理你了 来 海棠姐 喝点茶 像朗少爷那么一个 英勇潇洒的富家公子 身边从来都是 狂风乱蝶嗡嗡嗡 这下终于有了钟情的人 我怎么觉得好感动啊 他那么一个浪荡公子 又岂会对我这种 平微女子用真心呢 海棠姐 我佩服的就是你的胆识过人 他若是真的用了真心 你接不接手啊 反正 你不懂 我只知道 这昆阳城里的名媛 论资质财情 没一个比得上海棠姐的 也只有你 才配得上这样的风流人物 可是你不知道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你从哪来 要到哪去啊 我一时也说不明白 娘 夏合 姐 我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想你们了吧 我求朗太太让我搬回来住 她人好就答应了 太好了 娘 您别忙了 快进去休息吧 我来 我去给你倒水啊 姐 这段时间看不到你 我都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就像我们班上朗清清打听的 清清 你说的是老月轩的妹妹吧 对对对 就是她 特别厉害 嚣张得很 你可别欺负人家 我敢吗我 姐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 姐 有爹的消息了吗 还没有 是不是和郎府没关系啊 我也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个宅子怪怪的 待在里面 什么消息也谈听不到 什么东西也查不到 还不如在工房的时候 人多嘴杂 消息也多 来来来 喝水喝水 娘 谢谢娘 你爹还好吗 挺好的 挺好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少阳好 海棠啊 你这个手的姿势不对 应该是这样 手的姿势整个不对 研磨出来的时候 是有颗粒的 有颗粒就是次品 朗里春不能允许有次品 来 我来经理 第一不能用腕力 手臂不动 用手腕的力量 这样研磨出来才均匀 这样 对 就是这样 我 好看是吧 行了 那你自己试试吧 有什么别的问题 尽管来问我 加油 少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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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东西呢 我哪有偷东西啊 是上师傅让我过来拿的